都市爱情剧《你和我的清晨时光》正在热播 剧中刘凯威直演的励志成刚出场就出了车祸一命呜呼 以后剧中的励志成便只能活在了回忆中 心疼励志成三秒钟 不过虽然励志成的戏份少 但却是重中之重 剧中林浅和励志成的再次相遇 可全都是因为励志成的 因为哥哥励志成的意外缺失 励志成不得不离开部队 接替哥哥的工作 为了挽回家族企业的励志成 才能与林浅开始一系列的合作 这才有了励志成和林浅的甜蜜爱情故事 在重振家族企业的同时 励志成也在秘密调查哥哥的死因 一直都在与爱达作对的林薇凯 便成为了励志成怀疑的对象 因为励志成的死 对林薇凯所在的心宝瑞来说是最有利的 励志成以前对林薇凯有过提拔之恩 但自从林薇凯加入心宝瑞 就开始处处针对分达 励志成一边在商场上与林薇凯展开较量 一边也在暗中调查哥哥的死因 可是励复的病情却越发严重 励志成不得不将爱达和温达提前进行合并 虽然很冒险 但他父亲的身体已经等不了了 合并之后的温达却遭到了股东们最严重的打击 在温达面临破产之时 林薇凯却暗中帮助温达渡过危机 原来林薇凯是励志千生前安排在新宝瑞的卧底 励志千想要借林薇凯的手除掉温达 一些老股东 真小大白 励志成与林薇凯也终于优势前嫌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话记得点击关注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